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希哥 我們是HAY FIVE 今天我們看女生 昨天,可能是前天 今天講到楊樂亭很棒 TVB要她整容 我想TVB應該叫很多女生整容 我們看到很多花彈的樣子都變了 原來有些香港小姐選美出來,又未必真的美 楊樂亭的樣子挺可愛、挺有趣 希哥整圖的時候都說她很棒 看著大妻子,看到她流口水 我們今天就品評一下 這個叫做所謂的二奶命 你說想選美當然是想贏 最漂亮的那個 也有些是亞軍,耿頸義 耿頸義的發展好不好呢 有好有不好 希哥,你作為一個好色的眼光 我們一起去品評一下女性好嗎 好啊 好啊 我們反過來說 上次說過亭亭姐姐 她來我留言 厲害 她記得自己穿蝦條裙 七彩蝦條彩虹裙 我們從最新的那些開始說 不知道會引到多少港姐進來 好 我們說話不是就著就著的 楊樂亭有點喜歡 所以有些說得很狠 說得不好就不要見怪 好 2020年的亞軍 叫做陳晶兒 暫時沒什麼去做 她出名的眼睛是小的 這個女生你怎麼看啊 希哥 不適合做那些狐仙的角色 狐仙啊 眼睛小小 有那個魂味在 噢嚇得我 還以為什麼狐 對了 都OK的 眼睛小小 她化妝才有這個小 如果她不化妝的時候 她的眼睛更小 之前已經被網友批評過 她的眼睛真的比較特別 但你看到她的身上 其實都不錯 瘦的 很長 很瘦的 這些是不是你說的 那些床板腰 又不算 有些床板一點 她有腹肌 她就不是很蛇腰 但就不是太有曲線 中間 床板是再平一點 在背闊肌拉下來 直接直 她有一點點曲線 有一點 就不是太差 她瘦就好一點 如果她再肥一點就好長板 我們不要說到什麼 其實她現在在TVB也沒有什麼事情做 我們先說說下一屆 原來2019年的港姐亞軍叫王菲 這些真是傻 不如叫王菲雄 不如叫王菲雄 偶爾看見她做一些主持 之後那個2018年 再上一屆 那個又挺漂亮的 看上去 阿姨哥喜歡這個樣子嗎 叫鄧卓欣 你覺得 如何呢 不是我的類型 不是你的類型嗎 這些類型我還可以的 那個眼睛就這樣看 那個眼睛很桃花 但是看到她的眼皮好像都很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特別 她的法令紋都挺什麼的 這麼年輕 這麼小 已經有兩條了 她的樣子挺有趣的 現在是剛剛開始拍劇 我覺得她挺漂亮的 不知道她的真人如何 看上去感覺好像比較小 不是你的類型嗎 有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說 除了不是你的類型之外 不知道我覺得 再說下去很壞 這樣嗎 男和女真的差得遠 下次找個色情人說 好 再來 在上一年那個就叫做 何依庭 嘩 現在做了女一 這個就不是我的類型了 這個真的不是我的類型 這個審美完全都不在我的審美之上 即是怎樣 即是你覺得她是 我覺得她是不漂亮的 我覺得她也不漂亮的 但她做了女一 好啊 TVB的味道是我們普通人是沒辦法理解的 她兩邊的眼睛都不對稱 對嗎 你的臉就化妝而已 眼睛就好像不太對稱 鼻就短正 但是牙齒都漂亮的 面型都OK 眼睛好像真的差一點 所以分開都OK 夾在一起就很怪異 她所謂的分開是要左眼和右眼分開看 是的 為何會做到女一的呢 她很好戲的 好戲都沒用 現在都沒人看電影 劇集全部修士都一般的 不知道是不是用來搭小生 搭小生才會覺得漂亮 嘩 這樣啊 即是劉青雲的招 不是踩你 劉青雲也不漂亮的 但搭我的女主角度又很漂亮 網友聽到也很認同 有演技就OK 有演技就OK的 很多很厲害的女一都不漂亮的 好再說 2016年 就是一個亞軍叫劉詠璇 未做到女一 不過都差不多了 這個感覺上又是很普通 感覺上很刻薄 不是嗎 刻薄 很凶狠的感覺 強悍 強行笑 她比較方便 這些是捱得苦 咬緊牙關的女人 說真的 如果我講見美 她的手臂像是肥底 但是餓瘦 就未去到生物狀態 那種 有些人瘦得來 就是清瘦 我覺得她有點像教練 感覺 即是她大隻的本身 但她餓瘦了 這些是看到的 都是手長的 方便 臉型有些咬緊牙關的 原來TVB這個也是比較好一點的 快要做女一了 真是難怪TVB的收視感 不好意思 可能把照片拍得不好 我又沒有怎樣看過電視 可能化妝化得不好 也沒有很多原因 哇 在這個眼袋 好 先說回2015年 再說一年 2015年 亞軍叫做 龐卓欣 我知道你認識這個名字 龐卓欣 我之前聽你說過 選了之後 就沒有簽TVB 反而是做了KOL 同行 我一看她的樣子 我覺得她像網紅 多於像港姐那些 快要找一些贊助人 搞搞她 搞哪裏 眼袋 眼袋很厲害 是啊 很累 這麼年輕 不應該有這些 不知道她是否年輕 六年前的亞軍 如果人家當時二十中 現在都三 我不知道她是多少歲 我覺得她的裙子 又不是太合襯她的樣子 各樣 她的嘴都漂亮 但還是要分開看 感覺上又是 感覺上沒有簽TVB 我不知道她現在做什麼 她說是KOL 有沒有看過這個KOL 不懂 不懂 即是不好意思 現在所謂亞豬亞狗都是KOL 反而這個名字有一點點 KOL 是不是 我也不喜歡別人這樣叫我 我也不喜歡 是啊 你現在什麼意思 哈哈 你覺得好像百多元一個job 不是啊 但很多人是自居的 用這個名字 就是以前的part time model freelance part time model freelance model 很多都是喜歡說這些 現在就KOL 現在港姐都做了KOL 沒有簽TVB的時候 再說再說一個 這個樣子都可以順眼的 我感覺上 2014年亞軍叫黃卓琪 就是TVB親生女 但上位的機會就不多 感覺上 她成敗都是在於她的輪家妹妹上 這些是很容易 放在哪裡都可以 但也是太過普通 太過普通 嘴是油到粉紅色的 爬牙都漂亮 她在TVB選的那些女生 全部的牙都很漂亮 全部都齊齊齊 最重要 做這行 牙齊齊 說話口齒伶俐 而且不容易得罪人 這個就是天生的 大多數都是天生的 酷都酷到 不過都是 你看那些人一笑 哇一笑過去 十幾隻牙 看到那個前排 我也不敢笑得這麼燦爛 通常女生就是這樣 有那個自信在這裡 可能那些人就覺得這個有自信 但是感覺上 希哥說話說 她又不是很特別 以前的牙筋很漂亮 李美鳳的很漂亮 你起碼記得那個樣子 這個比較輪家一點 好像你坐升降機時 會碰到一個女生就是這樣 這個形容都相當貼切 好 再看你一屆 2013年這位厲害了 唉 我真的猜不到原來她是選美出身的 我以為她是大支入組而已 就是蔡詩貝 做了事後 看她選的時候 其實也不差 我現在很有口德 我覺得她那次假裝網紅 穿皮褲子 短髮又有多瘦 但是周不時 覺得她假裝男生 或者我不喜歡看她演戲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她一開聲演戲 好像吵冤巴閉 對 為什麼呢 是不是劇本不適合她 不知道 因為那些好一些 太過剛強了吧 作為一個女性的感覺 又小顆又吵冤巴閉 不知道呢 加上她的新聞又負面 什麼200呎裝窮 最近有Franja 又說那些人疼我 說疼你 就比較波子 你拿的 真是 怎樣疼法 疼哪裏 我看到其他YouTube寫她 已經說蔡詩貝正白鋪 我看到這麼嚴重 大家不認識也要罵罵 是嗎 很刺激 我不討厭她 不過你說喜歡看她 我又不會特別拿她來看 我偶然有一次 她穿上皮褲 扮上三上油雅 好像很好看 但是真的感覺上 但在剛才那群人當中 這個蔡詩貝好像是出色 她會不會就是那些所謂的踩界位 她又不是很吸引男性 也不是很特別討厭 所以兩邊剛剛好就沒有特別多人撐她 她會不會是短頭髮有點像那時候 騰麗明那些 男仔頭那種 那種陀槍師姐那些 那不如拍陀槍師姐找她做續集吧 這些有TVB的劇本 但其實如果我是TVB 我未必會用蔡詩貝 我好像可以不可以的 不知道 很簡單一個藝人可以不可以 你會不會因為她去看那套戲 我發覺我說的那些話 那些人都不太想來看 她好像馮瑩瑩更多聲音 馮瑩瑩多 還有 那個老公黑臉的那個 Yoyo Yoyo也有很多人看的 你說的那些話也有很多人聽 但是蔡詩貝說得夠壞了吧 那些人又說她一腳踏兩船 又說她扮什麼 跟誰都有路 那些人不想理 對 直接無視她 做這行我告訴你 你喜歡她 喜歡看她是好的 你不喜歡看她喜歡罵她 都可以的 簡直不想理她 就麻煩了 就回家睡覺就行了 好 再說下一位 這個還麻煩 這兩屆真是出事 2012年 香港小姐亞軍 王森詠已被永舊雪藏 唉 真是大 她其實不需要許智鑽這件事 她有平暴青雲 TVB也算疼她 對不對 這種輪廓這種款頭 都算是超越了這個 即是有些異國風情 那些人說她 是不是 笨笨 對 那些 因為她的輪廓不是特別精緻 普普通通 那 真是 不知為何當年她又可以有這樣的 她當年是比我做花痴的角色 即是很迷 很迷 馬國明那樣 在一套劇裡面 那些 那又是不可以太漂亮的 即是做下把 這些 即是 叫端正 又不是太漂亮 才會迷其他 對 那些女人才不討厭她 本身 現在討厭她 誰知道 這樣的 老鼠庵你也監 主要禁忌是有虎之虎 就是了 唉 這樣爬過去 這樣不行的 這樣 所以 這一個就是永不錄用 TVB 淒涼 好 我們再說 那個叫朱希敏 2011年 朱希敏 退出娛樂圈 但又是港姐組織惠賢雅集的公關 做惠賢雅集的公關 退出了娛樂圈 反而這個好像挺端正的 他樣子很行政 他就不像是在做這行的樣子 如果他是做那些PR 各樣 會覺得他是一個美女 是 他選得出來都是美女 事實上 好 再說 張秀文 也是亞軍來的 2010年 張秀文也很吸引 他還有效的 真的好 正的 現在年紀大了一點點 但也是很正的 他選的時候 就預訂很多的 那些蘋果肌 怎樣看啊 希哥 他現在主力做中藝 你怎樣看他 我怎樣看 我覺得不夠美 不夠美 但是夠Sexy 那些男人喜歡 對 那些男人可以 就是 如果一個80分 還有一個60分的話 大概60分效的話 就會選60分那個 當然啦 當然啦 很重要 2月80分的高難 你80分都沒用 最重要 夠主動 自己來 羊扒 對啦 我覺得他挺好 我覺得OK 因為各花各眼 這些東西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沒錯 2009年 叫做李滋敏 我都不認識的 選完之後 留了一年 在TVB 就退出娛樂圈 都是剛才我所說的行政 大眼 都是不留在TVB 都對的 幹嘛要留在TVB 沒錯 2008年 有個叫做陳善陽 說這些 簡直是認不到的 當年因為 冠軍被TVB雪藏 所以他就 替補出戰華者 現在主力做主持 以及照顧家庭 主持也對的 主持不用什麼顏值 你看博樂也有勢有勢就知道 是啊 說話就行就可以了 是啊 這個不錯 再說 另外呢 2007年 黃君興 黃君興原來是 現在是TVB花彈 當年都OK的 但黃君興 好像沒做電視很久了 還是我沒看電視很久了 現在 是啊 也出了幾首 性感的 一開始跟誰一起的首 隱形 聽到我很尷尬 對 穿黑屍的 之後有一首 是唱給他老公的首 挺好聽的 是不是 你覺得黃君興 你欣賞黃君興的 是啊 我覺得我曾經有一個朋友 好像去 然後我就說 他本身的朋友是有任的 我說你應該學黃君興 這樣執分 就exactly是他 是 你走的風格就很漂亮 但是他沒有展示我 oh shit 我覺得 他的身形是正的 而且他跳舞也真的好看 是 那麼 我不是我杯茶 大眼妹那些通常我都不適合 除了希哥之外 2006年亞君周家衛 2018年跟TVB約滿頭身相界 應該是嫁給洪天明的 如果沒有記錯 這個紅嫂就不說太多了 2005年就綠絲運 綠絲運也不見很久了 他說仍有在娛樂圈的 這個好像是上世紀的喜歡的樣子 好像是鄭明明的年代 誰是鄭明明 鄭明明應該很有名的 糟了 那一年朱惠敏 上年有位開電視拍攝綜藝節目 他選的時候 那張眼睛都很... 不... 不鎮定的 感覺上 但都不記得了 可能隔了太久了 很可愛 說到楊樂婷又fit 又漂亮又爽又爆 原來是2003年亞君 我的沙士 他又沒有財 那一年應該也沒什麼做 原來他已經這麼久了 說到再之前 有個叫做佐惠琪 退出了娛樂圈 退出就不說了 另一年有個叫做 鍾佩茲 又是退出了 都是... 退出是對的 說到這裏 在上世紀那些 有些就比較漂亮 要說就說到李美鳳那些 那些當然是漂亮的 要考古的了 要考古的了 看來這20年間 好像都是楊樂婷 發展平平 絕對是發展平平 我覺得楊樂婷比較鎮定 而且... 也不是發展平平 上去之後又被人壓下來 即是誰啊 阿彬彬 叫什麼名字 黃森榮 黃森榮 那就是自己... 自己拉來 拉來戰 對不對 那誰呢 蔡司貝也不算便宜 胸口又... 一點點 間中也平平的 其實選... 港者呢 現在就... 很難搞的 我覺得無線 很愚蠢 人家佛系港者 那時候這麼爆的聲勢 你看阿怡 現在賺錢多厲害 又幫黑社會推蛋糕又成成 不是說他什麼 只是說他紅而已 在門口走過都被人捉進去的 那為什麼沒有了呢 又經常呢 很喜歡TVB很愚蠢的東西 那時候呢 收起來那些女兒 紅 收起來吧 喂 花無百日紅哦 好像阿雪那些 對哦 佛祖去了哪裡啊 就收起來吧 好無聊啊 買腳愛回家 那電視沒人看嘛 但愛回家已經是最多人看的了 即他是怎麼說呢 他想幫他 但做一些東西又不出 他幫來幫我在台裡面幫 他不懂搞那些網絡 喂 喂 你不要經常說錢什麼東西 其實都是在你賺錢方向而已 百花齊放 經常說百花齊放 為什麼別人阿怡做到你的佛祖 你做不到的呢 不是那個人的問題 是公司的問題 是吧 所以這麼多女生 你說離開了TVB 好像楊樂亭一樣 離開了 噢一個工作50萬的 那要不要靠你TVB在那裡 搞搞震呢 沒錯 去推一下蛋糕 沒問題的 那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就是 我覺得 如果下一屆你打算參加的時候 都大機會贏的 因為看那些女生 都不是說很高質的 近年 是不是 我不是說希哥 希哥就不會參加的了 如果有些人就會化夢 叫大家參加 你就參加吧 但你參加完之後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電視台 員工選美大會 沒錯 都不能夠代表香港 以前就說 小時候我無知被你騙到 現在真是 公信力何在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希哥 我還是看我的LISA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鈴 分享出去留言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